巴特湾区捷运今天公开元旦日列车出轨的初步调查 显示当日自动通讯系统失灵之后 列车车长遵照指示用人手调动路轨的对接之后 发现列车走入对头路轨 后来车长再按指示试图将列车向双反方向行驶的时候 就发生出轨意外 环英光报道 捷运今天公开元旦日 列车在东湾Orenda出轨的时序 星期一早上8点45分 控制接运路轨的电脑系统 与Orenda站附近一个装置失控联系 导致系统无法遥控Orenda站 与纽维一站之间的路轨连接枢纽 不可以自动调配和对接路轨 而一架向Antioch方向的东行列车 已经开入这个地区 8点50分 接运的控制中心指示列车车长 在路轨连接的树柳 用人手方法对接路轨 令到路轨成为直线 而列车可以向前直行 车长按照指示 离开驾驶室 去到树柳处对接路轨 车长也都用广播系统通知乘客 会有言误 车长之后通知控制中心 表示已经完成对接 列车可以继续行驶 控制中心于是吩咐车长开车 不过开车之后 列车车长向控制中心报告说 列车跨越去到相反方向的路轨 显示路轨的对接不正确 控制中心于是 立刻停止该区域里面的所有列车 同时指示车长将 原本向Antioch方向行驶的列车 调头向SFO方向行驶 目的是清空有问题的路轨树柳区 再次用人手方法对接路轨 车长于是走去列车的另一端 即是向SFO方向的驾驶室 当车长再次开动列车 向相反方向行驶的时候 就发生出轨事故 其中两个车厢出轨 出现浓烟和火焰 9点05分 列车车长向控制中心报告 列车出轨 车长开始检查所有车厢 并且疏散乘客 9点23分 控制中心得知所有的乘客安全离开 估计当时有100至150人 其中9个乘客要送院治疗 26台记者 王恩光 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passt放送